八分之十一加上十二分之十三 我们要怎么算呢 我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看 先把题目抄下来 八分之十一跟十二分之十三 两个都是假分数 所以我在做分数的加法之前 我先将假分数化成代分数 那八分之十一加十二分之十三 我就可以画成一又八分之三 加上一又十二分之一 八分之十一等于一又八分之三 十二分之十三等于一又十二分之一 那它们两个的分母不同 一分母的加法要先做通分 通分就是找出两个分母的公倍数 那一般我们都会找最小的公倍数 八和十二的最小公倍数是二十四 所以我就用二十四来通分 一又八分之三加上一又十二分之一 通分之后变成一又二十四分之九 加一又二十四分之二 分母八要变成二十四 必须乘以三 分母乘以三分子也要乘以三 所以变成一又二十四分之九 十二变成二十四 分母要乘以二 分母乘以二分子也要乘以二 所以一又十二分之一会变成一又二十四分之二 那我通分之后就可以做分数的加法了 两个加起来等于二又二十四分之十一 那因为十一跟二十四除了一之外 没有其他的公因数 所以我不用再做约分 因此这一题的答案就是二又二十四分之十一